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开扭蛋 总统府瞬间从扭蛋机变成干嘛点 一连串动画漫画 建筑物成了一块大画布 国庆府前光雕展正式展开 庆求会主委韩国瑜和总统赖清德 当然不能缺席 世界的科技文化贯穿主题 让这个光荣的十月份 像一场举国腾欢的爱国嘉年晚会 专制时代总统府是威权的象征 但在民主的时代 总统府是人民参与的公共场域 总统府变身艺术展演 赖韩齐声大战 两人自从国庆晚会之后再度同台 这回少了点政治味 多了点节庆感 但是赖清德在国庆晚会上 一席祖国说 在国内政坛掀起议论 韩国瑜也透露 当下听到时的第一反应 人院长都坦言 有点难理解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两人对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这件事有共识 华氏新闻 张杰杨远顿台湾报道 哈喽 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